中华玄门总会将从23号到27号 在花莲市六岐重华区 办理大花莲齐安席福 梁黄宝餐法会 会中宋岛梁黄宝餐 祈愿众神护佑花莲 风跳雨顺远离灾疫 和家平安社会安详 中华玄门总会表示 为过去开发建设 动图所上的圣灵不计其数 借此机缘安顿三神 荣神土地 全院不再伤害花莲与地方居民 同时也祈求疫情平息 世界平和无灾无难 另外同时也为复回去年 0402台铁 套入个好事故的不幸罹难者 在法会当中 从23号下午3点之后 在会场也办了对年追思刻意法会 那我们到今年已经是建筑第五年 来这个地方办大法会 那刚开始的因缘是来自于 就是说我们花莲这个地方 发生大地震 那个时候为了要引渡这些 因为地震和往生的这些 罹难的尊领 所以呢 花莲县正我特别要请我们过来 办这样一个大法会 那这样连续法会办下来呢 那我们当地的这些士生啊 然后这些所有的 当地的很多的信众 大家觉得说办这个法会非常有意义 那花莲法会的这个前夕 刚好发生了太鲁阁事件 那花莲县正特别要请我们选法师 来帮这些离难的往生尊领 来帮他们做引渡 那法师呢提早到达 那在下午的时间前往离难现场 帮所有在这一次太鲁阁事件所发生的这些往生尊领 帮他们做引魂 然后引魂呢引到殡仪馆之后 然后法师帮他们送 临终不断经送完以后 然后把我们安宁安好 然后接下来过几天以后 我们开始办这个大花莲法会 然后之后在旗舰呢 帮这些太鲁阁号这些的这些尊领 旗舰了投机功德法会 然后也到台东去帮那些离难尊领 帮他们旗舰一个法会 然后再回大花莲法会这个现场这个地方 来做整个普世做圆满 那今年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说 办理这个大花莲法会 那观世音菩萨有亲自来圣事 在法会的期间呢 我们可以办理消灾节 以及我们补印补财库的这个科宜 预定我们是在礼拜六办理 那如果说我们当地所有的花莲信众 如果想要来补印补财库 想要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科宜的话 我们会非常欢迎 预定在礼拜六早上九点三十分来办理 那下午的四点钟 我们会举行一个还活过气新活的科宜 这个是要帮我们所有的信众 大家一起来消灾解恶 那在礼拜天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科宜 就是早上十点钟 有一个灾天科宜 灾天科宜 灾天科宜就是在整个的法会圆满的时候 上山改念我们这么多的众生 一起来起见这样一个大法会 来补入众生 因此呢 会有一个我们敬天喜福 灾天科宜 在这个时候天官会来示福 所以想要接受天官示福的这些信众呢 我们也就是邀请你们大家 在星期日的3月27号 星期日上午十点钟 我们会在我们的法会这个法团 这个地方来办理灾天科宜 法会期间每日送到金山玉制良黄宝餐 以及提供平安餐 本会花东地区民众免费办理超拔 解冤拔生地基组 邀请乡亲永远参与 共同替花林参乡祈福 为天地万物祝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